城市大學研究出一種可以一次過化驗2,000個基因的新技術 比現時用的化驗技術快2,000倍 醫務人員可以利用這種技術 更快驗出人體內潛伏的病毒 例如癌細胞 讓病人可以第一時間醫治 吳保健報導 現在想檢查身體有沒有潛在的病 就可以將人體內的基因注射在這一塊塊的基因晶片上 拿去做電腦化驗 其實以現在的科技來說 要幾天時間才可以做到一個基因化驗 不過現在有了新的研究之後 只要兩三個小時就可以研究到2,000多個基因化驗 由於每一種病有固定的模式 研究人員會將拿來做化驗的基因晶片 同樣本晶片對照 做電腦分析確定有沒有病毒 每一個地方是不同的DNA或者不同的Gene 這種科技除了化驗之外 由於是大量生產 所以每做一個化驗成本更便宜 比以前接近1,000元 除了可以測試到病毒之外 這種科技還可以測試環境中幾十種病原體 和食物中的細菌 楊夢蘇說 在亞洲地區 這種科技來說是首次研究成功 他們打算將這種科技引入醫院裡 這次研究已經做了兩年時間 得到工業處450萬元的資助 楊夢蘇說 他們會繼續改良這項科技 希望做到一次過檢驗過萬條的基因 有線電視記者伍保言報導